杨子在童心中的首次亮相,就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。 这几年他出演了多部电视剧,每一部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。 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和支持,回想起他在欢欣送中的样子。 当时的他看起来很丰满,但最近他似乎瘦了很多,身材也变得更好了,毕竟当今社会瘦才是王道。 杨子近日现身机场时,一身蓝色套装亮相,立刻成为众人眼中耀眼的明星。 不过,他的体重似乎又开始下降了,身穿条纹衬衫搭配拼花半身琴的他。 看起来精神十足,年龄似乎又减少了一些,仿佛又回到了18岁。 不得不说,杨子的减肥效果确实不错。 看上去更苗条了,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瘦了很多。 但减肥也有一些负面影响,比如可能导致一些人患上糖尿病。 秦豪杰后悔了吗? 当天,杨子身穿条纹衬衫,白色底色搭配蓝黑条纹,给人一种非常清新大气的感觉。 这件衣服的版型比较宽松。 大落肩袖让杨子看起来更加娇小。 领口的单线条设计不仅修饰了肩部线条,有明显的减零效果。 而且还让准套穿搭看起来更加美观。 同时也隐隐约约地展现出一个人的实力。 杨子深邃的锁骨增添了难以抗拒的时尚气息。 没办法,只能自己买一套了。 杨子下半身穿着一条开叉裙,裙子有海金蓝、亮片和格纹色三种颜色。 这种独特的设计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非常吸引人。 镜子前的她真的好甜啊。 杨子将上衣下摆塞进裙子里,巧妙地拉长了腿部线条,改上了身高比例。 让双腿看起来更加修长,看起来杨子确实瘦了很多。 杨子脚上穿着一双白色休闲鞋。 我在明星的很多机场造型中都看到过这双鞋。 它们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单品。 这双鞋采用了厚底的设计,能够增加增高的效果。 而且鞋子的颜色也是白色的,更好的契合了鞋面的高度。 让整体的搭配更加贴心优雅,舒适的和谐。 鞋子上突出的钻石装饰为它的造型增添了一些亮点。 看得出来杨子对于这套造型的搭配也是非常用心的。 它选择了同样的蓝色贝雷帽作为配饰。 与衣服相比,帽子的颜色更加醒目,非常引人注目。 白色让杨子的皮肤看起来更加水润。 与整个身材结合起来,显得更加甜美,仿佛瞬间恢复了18岁时的美丽。 不得不说,杨子减肥后又变漂亮了。 颜值再现,完全对得起女神的水平。 自从杨子和秦豪杰分手后,他似乎发生了变化。 他太瘦了,几乎认不出来了,我神志有点惊讶。 不得不说,杨子减肥的时候是非常坚决的。 身穿条纹衬衫搭配开叉半身情,净显少女气质。 瞬间变身18岁少女,态度甜美可爱。 就连我这样的女孩子也抵挡不住她的诱惑。 恐怕杨子的粉丝会因为她的甜美而得糖尿病。 杨子减肥后气色真好。 条纹衬衫搭配拼花半身情。 瞬间显年轻,仿佛又回到了18岁。 你觉得杨子减肥后好看吗? 快来留言和你的朋友一起讨论吧!